江山纵横 云桃飞流 多少豪杰壮志为仇 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 大江洞巨浪淘尽多少悲愁 天下阴晴世事早就 风雨人声为梦想奔走 无处含义不是谁都能感受 天下阴晴世事早就 岳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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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先生 我军粮食不够吃了 一下子俘虏了二十万勤兵 看起来不是件好事 上将军怎么说 上将军昨夜离开了营帐 不知续下 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将军 每次出外杀敌 我都提心吊胆的 胜怕你有什么闪失 不行 我这身血污 我怕脏了你 我不怕 上将军 我找你有要事商议 你先回去 我去去就来 我带人去外围巡视 发现小队秦军人马 便顺手杀了 这等小队秦军人马 要是河北将军前往 大军不可一日无帅 好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来 坐坐坐 坐 你们连片刻歇息的空闲 也不给我 你说的歇息是那女子吧 雅夫 雅夫 为何如此问 将军 落成大事 宁愿离那女子 雅夫你说的要事 就是这个吗 不 张涵现在按兵不动 我补 粮草 不多了 当下有一个烦恼 如何让 在居禄俘虏的 十几万勤兵 吃饱肚子 你的烦恼 就是我的烦恼 让他们饿着 他们会暴动 配合他们武器 让他们上汉交战 说不定那天 他们会反隔一击 吊着矛头 对向我们储君 这样一大群俘虏 最好把他放到后方去 但会影响我们的脚步 我们怎么进攻 怎么前进 怎么去包围禁援城 这样大的一群俘虏 说不准那天 会在背后袭击我们 杀雕怎么样 不能杀雕 张涵大军最好的出路 就是投降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你现在要杀掉俘虏 敌人就会绝望 这等于 打仗了敌人的士气 我军变得至终难行 就是这个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对我军而言 巨禄之战的战果 反而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 将军 类似前哨这样的小仗 反反复复不知打了多少次 可是将军 您不管张大张小 总是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 使兵也都跟你拼命 我军 我军发疯般的尽头 就跟在巨路战场上一样 可是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呀 我们耗不起了 除军逢战必胜 张汉军军委战必退 到禁言承重 尚亡惨重 这几日他按兵不动 张汉的名气也日渐下降 然而 敌军的主力部队实力尚在 就像是 可以说是张河水为界 处于胶着状态 对的 冬天已经过去了 大地已经开始回温 但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中原一带 明星已经完全不在秦帝国那边 张汉尽管日渐孤立 但仍然能够与我军 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 不愧为天下名将 刘邦呢 他现在怎么样 你一位次要的刘邦军 现在已影响 关东一带步步比进 一到五关一带了 这正是让我感到不安的地方 当初怀王约定 先入关中者为王 但张汉把我们牵制在中原 让我们寸步难行 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利 这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 将军 赵国的陈瑜将军求见 赵国的陈瑜将军求见 那就是为了争夺利益嘛 此时此刻刘邦正率领大军奔向关中 将军 淮王有先入关为王的约定 您 您不愿意把这份功劳 白白地送给别人吧 我看 还是劝降张汉吧 劝降 您要我和张汉讲和 我都还没有击败他 你来 就是为了跟我讲这事 我还有别的军务 雅夫 麻烦你招呼客人 请坐 请吧 谢先生 你继续说吧 战无不胜的相将军 实际心里很清楚 只不过是碍于面子 不愿意接手罢了 张汉这么强的对手 要靠纵横游说的手段 让他来投降 这传出去确实是不好听啊 可是先生 您不会不明白吧 如果能尽快地结束战事 又能保存实力 我看不出这为什么要拒绝 张汉 但是 手握兵权 对秦朝忠心耿耿 凭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决战 为什么要劝降的 好 当然 忠臣是不会向敌人屈膝的 可假如朝廷 已经彻底腐朽 连忠臣都要一起吞噬的话 那么再倔强的人 恐怕也会动摇的 让我去说服张汉吧 一刻都不能耽搁了 是否只能尽管 他能拒绝 在这边 那边就不拒绝了 我去到这边 再来 再来 我去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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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过相将军 好 请坐 多谢将军 您是当事名将 臣于斗胆地问一句 将军您觉得 和白旗蒙田比起来怎么样 比不上 白旗一生立下赫赫战功 到头来 还不是被逐出咸阳 又刺剑自尽 还有大将蒙田 同样是功高盖世 也死于赵高的诬陷 为什么在你们的大秦会如此呢 据说一旦功劳太大 再无土地予以酬劳 便会脱固于法 以诛杀化解难题 此乃秦之传统 将军本系秦人 想必比我清楚得多了吧 如今秦朝可就剩您这一支大军了 但是 起义的军队日渐增多 将军却得不到补充 天长日久 难逃一败 我就不明白了 将军 您苦苦地支撑着为了什么 就为了那个奸臣赵高吗 像您这种治律中纯的人 愿意作为罪人 为后事唾骂吗 那依你看 我该怎么做呢 调转大军 进攻咸阳 您将会同各路诸侯分割秦 称王称侯 若继续抵抗 将会与罪人之身被腰斩于世 将军 两条路供你选择 我的话完了 请您三思 陈瑜 陈瑜 陈瓷烂调 我念你是来使的分上 我不杀你 走吧 陈瑜告辞 将军 保重 一切 长使大人 你好像有话要对我说 这家伙说得对呀 将军 你既许立功是死 不立功也是死 长使大人 我张涵乃一介武夫 我认为最快意的事情 便是驰骋沙场 我何必执着于生死呢 你是义军之将 应该为弟兄们想一想 如果将军做了项羽的将军 他们会一如既往地 把你奉为首领 以前的白旗也好 蒙田也好 所有的将领在士族中间 都深得人心 将军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 我张寒若率部投降了敌人 只要我的士兵们还拥戴我 那我便还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对吗 战斗是要有意义的 我认为 现在应该结束战斗 带领士兵 活着回到家乡 这才是最大的意义 眼下 将军为了 这几十万士族的生命 千万不能一意孤行啊 将军 我和相家有些渊源 当年我在岳阳做御苑的时候 相良杀了人来找我 我见他十条汉子就放了他 如果将军不变 我可以暗中派使者去和向民约谈 我平生 最梦里以求的 便是率领大军 与敌军决一死战 在这场上 我所面对的 是在这个世界上 能找到的最好的对手 感激上苍赐予我这个时刻 此战之后 我将以他为荣 或者他将以我为荣 为何突然进攻秦军 司马兴派来了信使 但张涵没有 我不同意 私下和司马兴约谈 于是派了蒲将军渡过张水 攻击张南的张涵守军 既然如此 如何不调动主力 从同时上游攻击秦军 击败他的主力 也使张涵彻底失去战斗力 传我命令 全线开战 诺 等等 不能这样攻击张涵 虽然是困手 从正面攻击会吃亏的 要从侧翼攻击侧翼 雅父王 这种丢脸的打法 我不会 从正面进攻 撕裂他的风险 大胆赵高 竟敢势军篡位 我要立即回宫 今次少让了这帮奸贼 不用去了 他们派人来了 什么 派人来了 大概怕弑军的事传入你我耳中 发生变故 找你我回去树池 人哪 被我杀了 将军 我大秦气数已尽 陛下轻信赵高这样的人 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情 其实 早在预料之中啊 既如此 既如此 那我被盖当如何 我们没有选择 没有人援助我们 我们只能向储君投降 你说什么 向储君投降 你可知道 那向良被我所杀 我若向储君投降 那项羽放得过我吗 那赵高放得过你吗 你就是带兵 杀回了咸阳 杀了赵高 又能怎么样呢 我大秦 还能支持几天呢 将军 你尽力了 以后所发生的事 不是你我所能左右的 Orthodox body 果然犯 being made by me 当然中共已成为录来 你的你何之为 你想让这件事情 你会有 Hal 增大了圣仗 竟然还要向敌军去投降 这天天山有这样的事吗 给我拿点酒来 给我拿点酒来 常使大人 你我今日痛饮之圣灵之酒 若再踏实 你我投入储君帐下 恐怕喝的就是苦酒了 君师 你们退下吧 诺 雅父 雅父 有何见觉 丈瀚的特使来了吧 怎么 他得到点便宜 便想羞辱我吗 正相反 他是来投降的 什么 据传赵高杀了二世 惧怕张汉和司马兴找他算账 找他们去咸阳报金家婚了 继续给他们卖命毫无意义 一定是张汉看到了这点 才提出投降的 我绝不接受 为什么 张汉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在我的剑下 你疯了吗 人家是来投降你要杀了人家 我告诉你 败族之宠死而不僵 张汉的军队是我们的敌人不假 乃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对手 就是现在 他们一样会给我们造成重大的伤害 昨天一战已经说明问题了 我们可以冲政再战 我要跟他在战场上一决高下 如果我不击败他 却接受了他的投降 这种胜利 让我觉得恶心 上将军哪 我们是要夺天下的 不是报私仇 张汉已经走到绝路了 他这个不怕死的人 你跟不怕死的人拼命 你有多少胜算 再说这个亡命之徒手中 还有着二十万大军 就是按着你梦想的那样 得了一次胜利 可是 你要失去多少人的性命呢 你希望谁死 是我 我 众利美 继部 农军 我告诉你 即便向将军活着也不会支持你的 上将军 三思 三思 嗯 嗯 上司大人 这山上种的可是榆树 将军的思路 真是不同于常人哪 这个时候不关心胜败 反倒关心起树木来了 我们即将要参加寿乡的仪式 储君只是要羞辱我们 所以才选择这个地方 本来我担心将军你 也许会心痛得连腿都迈不动 哪里知道 将军脸上纵然不是愉快 却也是轻松的 张氏大人 我来跟你讲一个故事 当年英蒙受赵高奸计 而被迫自杀的蒙天大将军 他把匈奴赶到了塞北的大漠之外 为了防范匈奴骑兵的突然南下 于是决定在塞北栽种榆树 形成了一条宽大的灵带 这是一道自然屏障 有效地阻止了匈奴骑兵的突然南下 所以 我看到山上的这些榆树 不禁想起了蒙天将军 原来如此啊 不过到了这种地步 就是蒙天将军还活着 也救不了大秦吧 那个就是蒙天将军啊 我要是他就去死了 嗯 嗯 那是你 你 不要 我 不要 明天相军 你 营天将军 我 想不过 放在你 所有人 让你 Revelation 请请 请坐 谢将军 将军 你怎么了 我才想 在我们蜻蜓之中 从来无人如此肯愚尊降跪 从来没有 君臣之间毫无恩情可言 臣与臣之间 更是狗行斗角相互倾压 是 下月将军与我 本是昔日的仇敌 但是今日得见将军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 你 竟然肯以如此平和的心态 来对待我这个祥将 竟然是狗行斗角相互倾压的心情 根本 根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他 我此刻 臣想 统统快快地大哭一场 你曾经 给我们制造巨大的麻烦 被我视为 最大的敌人 但那是因为你只会有方 那是因为你的勇气 统为将军的我 非常的敬佩 以往 我们是仇人 往后 咱们就是自己人 谢将军 自此以后 张涵 愿听将军 一切拆迁 别说拆迁 你不是我的部将 我考虑了很久 而这也是我跟雅父 共同的意思 我们希望 对你以往相成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雍王 不兴 你不允许 你也会 有小吗 你不允许 你也会 你俩 我只能 你不允许 我只能 你不允许 你不允许 我希望你 你不允许 能推翻宝津 身为雍王 你就待在我的大帐 指挥 拿二十万旧情兵的人物 就交给上将军 司马新吧 诺 这个人装疯卖傻这么多年 可见紫英要比胡亥可怕 好在他还没有什么势力 谁敢与我争锋啊 我想让谁当皇帝 他才能当皇帝 小弟 不并又为了 他只能当皇帝 cri 事先上官 归天了 是自才 这是天意 我也就是按照上天的旨意 帮他完成他的意愿 既然本相替天下诛上了 暴虞无道的胡亥 就有责任为秦立主 而秦 原本就是王国 因始皇帝灭了六国 统一了天下而称帝 而现在六国都已复出了 秦国也就剩下原来的那点地 空自称帝名不符实 所以本相宣布 秦为王国 皇帝复称为秦王 而立公子音为秦王 不知道大家意向如何 丞相英明 丞相英明 胡亥 暴虞无道 不能称帝 他的遗体 也只能是牵手之礼 葬于渡南的义春院中 不能归葬祖陵 这一点大家是何意见呢 丞相英明 胡亥的确不够资格 以亡里安葬 那好 那就将今天各宗使 各位大臣的意见 连同公子音 当选秦王的消息 连同玉玺 派人赶快送过去 让他摘谢五日之后 既进行告庙就任大礼 如果大家没有遗议 那就散朝吧 听说张寒投降了 此刻项羽声势大振 直逼韩古关 刘邦的西真军 也进军了五官 咸阳城遭到了直接的威胁 大秦官员 秦首都大为震惊 秦建国六百年 还从来没有遭到过 如此大的危机 你说的这一切 并不是在我手中 秦国才变成这样的吧 可是您应该想个办法呀 大秦的灭亡 已经迫在眉睫了 如今胡亥已经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 您总是足智多谋的 我们现在都已经没了退路 都在等着听您的 您得拿个主意呀 这东有项羽的联军 南有刘邦 这仙阳城 怕是守不住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 只有撑的一时算一时了 如果继续打下去 他们会越发的恨我 我问你 刘邦这个东西 他这个人 算不算机灵啊 会不会着 这 这 退后退后退后 退后退后 退后 怎么办 怎么回事啊 神被关了 为什么呀 进不去了哪 怎么回事啊这是 怎么回事啊这是 为什么突然关闭城门 直指卫戍军连夜赶到 不仅此处 另外三门也已关闭 紫房先生所料不错 肯定是他们清关内部 出现了重大变故 我们不能在这儿 抛头露面了 马上回客栈 不知大人 为何要抓捕小人呢 来者何人呢 我是东阳商人 到先阳来饭药来了 这买卖做得怎么样呢 到处都在打仗 的确是赚了点 不过现在药材到处都不易收购 只是那些葛根 甘草 那些寻常之物 原来是这样 不知 配宫军中是否需要药材呀 小人不知大人说的什么 配宫军中负责后勤补给的 就是萧和义人负责 尼卢啊 就是留起身边一个跑腿的 根本不是卖药的 言乐你说对吗 专相所言极是 这次你卢婉远道而来 我赵高未曾出府相迎 还望你不要见怪 不怪 天下人都说我赵高是个凶残不仁 没有人性的怪物 其实我最讨厌的就是打打杀杀 你们相国是不是要杀了我呀 小的不知 那么是想放了我 相国主夫让您安心待着 其他的小的也回答不了你 要杀就杀要寡就寡 这番做作能是汉的作为吗 真是太好了 他们都说 佩公首相都是好汉 今日一见 算是验证了 你要不就杀我 要不就把我放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赵高有一言相问 不知佩公可是感觉到 诸后联军一到 大秦便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了 老大要跟你说一句话 你今天可以取我的命 但是不过两个月 你们秦国是父辈受敌必亡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你觉得 那我跟你有必要谈吗 我不是跟你谈 我是要和佩公做个买卖 好 那得谈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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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官呈杀空无一人 这秦国的旗帜不知何时全都撤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你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没有你又何必 要什么出何寒净 我宁愿为爱而生 为爱而灭 我宁愿为爱而生 爱而生 为爱 爱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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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而生